What's up 马鸡们 我是乔乔乔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今天没有美女也没有AI 只有我为你报导新闻 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按赞跟分享 还有follow我的IG 好 我们开始我们的新闻 首先第一个新闻就是这个PeroDua D66B 将会在明年第一季发布 而且价格有望会在73前起跳 在之前我们率先报导的 PeroDua会在明年出一款全新的B-Segma SUV 引入这个市场 在这款车呢 它的代号就是叫D66B 而且这辆车听说它的车身 会跟X50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相信这辆车 推出的是为了打这个X50而存在的一辆车款 根据目前已经知道的细节 新车将会采用和LZ一样的DMGA B平台 并且搭配了这个1.5自然吸气引擎 还有这个DCVT的变速箱 另外新车也具备了这个LV2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也可以说是配备满满哦 又本地投资银行表示 新车将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发布 而我们所收到的消息就是 这个车会将73千左右起跳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价钱怎样呢 第二则新闻 2023年MASTA3升级版已经登入我国 而且取消了这个1.5引擎的选项 2023年MASTA3已经正式迎入本地的市场啦 最近本MASTA3就正式发表了这个全新款式的MASTA3 那对比之前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取消了这个1.5的引擎 现在全系只有2.0自然进气引擎可以选择 最大马力162hp 峰值扭力213Nm 第二点就是这个全系配备了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拥有了这个stop and go功能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ignite edition这次终于给了这个波形影响系统 配备非常的满 新款的MASTA3就是从日本进口的啦 而且也具备了这个5年的free service 现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已经可以去到各大的MASTA展情了解乡情哦 第三则新闻 全新BMW X2已经全球首发 纯电汽油都有 最近BMW就发布了一个全新一代的X2 或者是这个iX2啦 熟悉BMW的朋友们都知道 前者是持有版本 后者就是电动版本 那X2可以被视为这个轿车版的X1 整体外观设计呢会更加的运动化 而且匹配这方面呢 它有了这个全新的亚蓝色 是不是看起来更帅咧 和X2相比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它的尾部设计啦 X2的跑旅设计非常的运动化 而且因为尾灯设计采用了BMW惯用的3D LED尾灯 所以喜欢个性化喜欢帅气的朋友们呢 这款车应该很适合你们 最后来讲的就是这个引擎的部分啦 这次的X2提供了2.0引擎的性能版 最大马力300hp 峰值扭力400Nm 0-100只需要5.4秒 那如果这款车引进本地市场的话 那不用置疑 它的对手将会是对面夹的GLA 35啦 大家怎么看呢 第四个新闻 Continental Sport Context 7 运动轮胎 终于登入我国啦 相信大家的性能车呢是手换轮胎了 诶 刚好 Continental 发布了这个全新款的运动化轮胎 Sport Context 7 啦 这个轮胎呢是专门为运动化车款打造的啦 所以不管你的Civic Type R 或者是其他运动车款呢 这款轮胎应该都是适合你的 Conti 表示新款的轮胎对比之前的产品呢 会有更好的抓地力 也就是讲如果你今天真的下赛道的话 轮胎会更加的粘地 它的高速稳定性也会变得更好 重点是它会更加的耐磨 而且它寿命也会更长哦 新款的轮胎覆盖的尺寸为18寸到23寸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附近的Continental经销商去问一下哦 最后一则新闻 Proton SS11 将会在这个10月尾 或10月头开放预定了啦 我们稍微消息指出啦 Proton 将会在这个月尾开放预定这款新车 而且这款新车会有两种引擎选择 第一就是1.5的MPI Turbo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1.5的TGTI Turbo啦 哈 是不是跟X50跟X70一模一样 没有错 是一模一样哦 当然这款新车也会有LV2半自动驾驶辅助等等功能 然后它价钱呢也跟X50很接近哦 大概是80前起跳 这个价格大家觉得有竞争力吗 欢迎大家留言哦 OK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啦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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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赞分享跟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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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